疑似拦路寻仇 苗林有一对表姐弟日前开车 从桃园准备要返回通宵的家里 行进一处产业道路时 突然发现了前方是有树枝挡住去路 没想到这表弟才刚下车来清理 突然就从旁边有两名男子持棍棒冲了出来 一个人朝他攻击 另外一个人则是朝着车子猛砸 产业道路上树枝挡住去路 表弟下车排除 没想到突然有两名男子持球棒 冲了出来 两名男子一次半路寻仇 二话不说 一人朝表弟攻击 手无寸铁的表弟拼了命地往前逃 这是另一名男子转向表姐开的车 朝车子挡风玻璃猛砸 这是拍你当搞硝狼的这些人 挡风玻璃被敲出三个蜘蛛网状 后挡风玻璃也被砸出一个洞 左侧车门也受损 被害人向警方表示 当天他们姐弟从桃园开车准备回通宵家里 行进通宵这处产业道路时 发现路面有树枝挡路 没想到半路遇到恶煞 幸好表弟跑得快 没受伤 本文局组成作案小组 弃而不舍查法 并调阅原线监视器 以锁定涉案犯险 积极查击中 究竟有什么恩怨 将等两人到案后厘清 而镜头转到台中 这两名驾驶 一次行车纠纷 凌晨一点就在西屯区大马路上爆发口叫 警方巡逻经过发现 上前排解 才没酿成更大冲突 记者综合报道